我觉得健身其实就反映人生 所以保持这个样子积极认真的态度 就像考试一样 我们小时候会想作弊拿到好成绩 因为你小你年轻你不懂 你觉得好成绩代表一切 到后来你会发现 自己会不会才是重点 所以你成绩好又怎么样 我们知道ACE这个证照 ACE是个CPT嘛 OK 我们那个Certified Personal Trainer 私人教练的一个私教基本证照 我曾经在美国考过ACE 我有NASM的CPT NASM的SFS 我有两家的CPT 但是ACE的我在2005 06年 我考不过 因为他问得非常细非常深 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考过 ACE在美国大概600块钱美金 到800块钱一张 2万块钱台币 到了台湾4万8 他变成非常盈利的方向 那盈利就希望什么 希望很多人拿到这一个证照 对不对 我没有说ACE不好 ACE非常好 OK 他毕竟是四大证照其中一个 非常好 但是遇到某一些教练 因为我们知道 数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痴 在这么多 你不可能有一个健身房 80个教练 80个都是好教练 对不对 我就遇到几个手上握有ACE证照的教练 我跟他聊一些健身的基本问题 他都回答不出来我 那证照到底代表什么 还是你自己有实力比较重要 你去想一下 考过跟你会不会 很多时候是两件事情 那你是要利用这个证照 去骗取你的学生上课赚钱 还是你要对得起自己 我自己会这么多 所以我交给你 好吧 OK 我们对自己负责